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243章夏寸星 你还不算毕业吧 会看病 冯文又说 叶浩轩心中的不爽马上涌了出来 要不是夏寸星有事请他帮忙 他估计马上甩手就走了 冯文 你到底要干嘛 这是我朋友 给我妈看病 你这是什么意思 夏寸星发火了 寸星 我也是为伯母好 我脱了多少关系 才请那王天主任当伯母的主治医生 王主任是留学归来的博士 不是什么人都能比的 冯文连忙说 王天 叶浩轩问 是 你也听过王博士的名头 冯文得意的说 刚见过 叶浩轩淡淡的说 叶医生 我们走吧 夏寸星 转身拉着叶浩轩 一起走入电梯 冯文神色阴沉的看着自己的女朋友拉着别人 冷哼一声 转身走了 三楼一间单人病房中 一位年纪四十多岁的女人躺在床上 她精神不振 时不时的发出一两声咳嗽声 这便是夏寸星的母亲绍平 走进病房的时候 叶浩轩还有些奇怪 夏寸星的家境一般 看起来并不是有钱的人 竟然能住得起单人病房 要知道这病房一天的费用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病房中 一名三十多岁的医生正在问这少平的病情 后面跟着两名护士 这人正是刚刚才见过的王天 看到夏寸星 王天的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这丝贪婪是毫不掩饰的色星 这看得叶浩轩眉头一皱 马上明白了事情的经过 想来是王天这货基于夏寸星的容貌 所以 他母亲才有机会住进这样的病房 只是夏寸星的男朋友 似乎与着王天认识 以他心胸狭窄的性子 也能容忍自己的女朋友跟王天这色鬼接触 寸星 又给伯母送饭来了 王天带这一服人畜无害的神情笑道 夏寸星眼神中闪过一丝厌恶 他的感觉向来敏锐 王天那毫不掩饰的眼神让他十分讨厌 只是苦于母亲还在这里住院 不得不对他笑脸相对 是的 王医生查房来了 出于礼貌 夏寸星勉强的笑了笑 恩 我刚才已经看了检查 下午再去抽个血 原因应该就可以搞清楚了 王天说 王医生 别抽血了 请你帮我办理出院吧 咳嗽了一阵 少平摇摇头说 妈 那怎么行 你的病还没好 夏寸星一惊 寸星 我住院这么久了 家里的钱也花得差不多了 看下去也没有效果 实在是不想在这里待了 这些日子 也麻烦王医生了 少平咳嗽了几声 伯母 有病是要看的 你这个病例比较特殊 不过你放心 我国外那么多年 也不是白混的 至于钱的方面 我先为你们垫付上 还不还都无所谓 眼下的关键是要先把病治好 王天假惺惺的说 不用了 妈 我们现在就出院 我给你找了一名中医 咱们去看看 夏寸星边说 边扶这母亲起来 对于王天的好意 夏寸星知道他不安好心 无视献殷勤 非奸即道 况且他知道王天对他有意思 只是这个人虚伪客套 让他太反感 对于叶浩轩的医术 他是信得过的 连元老神医都自叹不如 他相信叶浩轩一定有办法的 寸星 你这是干什么 伯母现在身体不好 下不了床的 不能意气用事 到时候耽搁了病情就不好了 王天连忙说 对于夏寸星 第一眼看到时 他便惊为天人 暗暗下决心一定要把他追到手 只是没想到 夏寸星似乎对他没有好感 所以 他大献殷勤 甚至一度让他母亲的病 就这样拖着 没想到 夏寸星现在竟然没耐心了 我母亲在这里已经拖了一个月了 你除了整天检查这个 检查那个 你用到药了吗 我妈刚住院时 只是吃不下饭 一直吐 而让你治疗一个月 现在竟然连床都下不去了 你到底会不会看病 夏寸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 寸星 可以告诉你 如果这个病连我都治不了 别人肯定也治不了 再给我点时间 我会检查出来病恩的 王天忍住心头的怒气耐心的解释 他自从国外归来之后 到哪里都是光环加深 他自信他的医术 夏寸星的话 让他怒火上窜 要不是想着把他弄到手 他早就一耳光抽过去了 是吗 王博士 你的语气是不是有些大了 叶浩轩冷冷的说 谁 王天吃了一惊 这才注意到叶浩轩在病记的门口又是你 滚出去 这里是病房 你没资格进来 病房不给人进吗 叶浩轩冷笑一声 走了进来 寸星说的没错 你看病的水平确实不怎么样 甚至能称得上佣医 佣医 你特妈的敢说 我是佣医 王天大怒 从回国以后 还没人敢这样说他 不是佣医是什么 伯母这个病 本来就不算是大毛病 让你治得现在下不了床 你还敢说你不是佣医 叶浩轩冷笑这走到了病床前 你是 少平有些疑惑的问 妈 这是我朋友 姓叶 是个医生 医术非常高 他一定会有办法的 夏寸星连忙说 哦 叶医生好 虽然不大相信 女儿说的话 但少平还是 向叶浩轩点点头 你有本事 你说说他是什么原因 王天怒道 伯母 让我把下卖吧 叶浩轩道 好 少平犹豫了一下 伸出了左手 叶浩轩微微一搭 然后心中 便急有数 他笑道 伯母这个病不算什么大问题 之前你是不是吃什么吐什么 睡觉始终是处于半昏半醒的状态 而且胃力难受 像有什么东西顶着一样 对对 就是这样 最近几天感觉虚弱无力 双腿有点不听使欢一样 少平点头说 叶医生 我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夏寸星问 哼 做了那么多的检查都查不出来 我就不信他上来把把脉 就能看出来什么病 寸星 现在的骗子多 你可不要被人骗了 王天臣这脸说 我阻轩点正好 忍舍